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群众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省内八城市驰援丹东 奔赴抗一一线 三台核酸检测方舱和九辆核酸检测车 助力丹东核酸检测加速度 打造保护性耕作昌土模式 守护东北黑土粮仓 铁岭市昌土县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合力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直通市县越动辽宁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 欢迎您的收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时政要文 5月5号 丹东市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 市委书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裴伟东强调 要全力抓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以坚定的信心和决心 全力抓好各项举措的落实 切实抓好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的组织实施 群众就医用药保障 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等 要更加上心 切实做好保护工作 日前 锦州市委书记晋国卫到领海市和义县 实地调研国土绿化 护林防火及农村环境整治工作 晋国卫指出 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既要注重数量 更要注重质量 坚持科学绿化 规划引领 因地质疑 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 要继续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大变样 大改观 日前 复新市委书记胡涛深入高新区 复新蒙古族自治县 检查森林防火工作 胡涛强调 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助劳森林防火坚实屏障 要落实责任到位 压实县区乡村属地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和林场林区主体责任 做到山有人刊 林有人户 火有人管 则有人担 近日 盘锦市委书记王炳森 来到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 和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调研高校疫情防控工作 他强调 要从严从系 精准有力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压实学校的主体责任 教育部门的监督责任 政府的属地责任 老师学生的个人责任 出现问题要严肃追责 形成共同守护校园安全的强大合力 日前 安山市召开全市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市长是疫情防控指挥部 总指挥王中坤主持会议并讲话 王中坤强调 要严格执行常态化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全力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各项工作 要抓实常态化排查 督促域外来返人员主动报备 分类精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5月5号 田陵市市长隋显利到西丰县 调研重点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情况 隋显利指出 要有效增强产品竞争力 靠前做好向上申请项目 金融对接等工作 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有效缓解企业资金紧张 密切企业间合作 打造发展联合体 增强发展后劲 近日 朝阳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 市长谢维东主持会议 听取各县市区重点工作汇报 对下部重点任务进行再调度 再部署 再推进 谢维东指出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始终坚持两统筹 两手抓 两不误 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为夺取经济社会发展 和疫情防控双胜利 打下坚实基础 大连市宁心俱力 抓好科技领域重大项目谋划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部局产业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迈出更大步伐 220多个科技创新项目千番进发 推动大连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三年迈入万亿GDP城市 续集澎湃动能 近日 总投资1.77亿元的 华路智达智慧交通研发中心项目 在高新区奠基 这一项目依托大连市的邓领企业 华路智达在交通领域的 200多项专利技术 聚焦轻能源 自动驾驶技术 打造大连交通行业的智慧大脑 还将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 应该能有3到4层 大约3,4千平米的一个空间 可以我们去吸引我们的 上下游产业量入驻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值是5个亿左右 应该能带动4、5倍以上的额度 2、30个亿吧 今年 大连高新区 加大对重大项目的谋划 研判 调度力度 项目建设呈现出 滞效双生的良好态势 特别是高新技术和产业项目 投资占比显著提升 二季度集中签约和开工项目83个 总投资119亿元 英哥石科学城基础设施 九城通用飞机研发试验中心等 投资超5亿元的重大项目 正在加紧推进 在大连市今年二季度拟签约和新开工项目中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项目众多 在长兴岛经济区 刚刚入围省级典型示范的 大连洁净能源和精细化工中式基地 正在建设中的二三期项目 年底前陆续投用 依托大连化务所和大连理工大学的科研力量 将带动下游企业形成200亿元的产业集群 围绕着双碳经济 绿色化工能源 我们现在引进了超过4个跟它相关的项目 另外包括医药中间体 农药中间体 这些项目也会陆续进到我们二期的项目当中 围绕11条产业创新链和一条综合性科技服务链 大连市全年谋划储备推进重大项目223个 总投资847亿元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67个 重点推进科技创新平台类 科技服务业类 科技产业化类 16项科技领域重大项目 2022年是科技政策的落实年 我们要以制度创新提高科技服务效能 开展好一效应专班 一院市专班科技服务行动 科技创新服务高级基础企业专项行动 全力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解决民生建设的细节小事 成为安山市不断深化 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全局和关键 多头并进 一桩桩一件件实事 让群众真切享受到文明城市建设带来的实惠 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21年 安山市铁东区银环社区开始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随着改造工程的继续 像孔繁荣这样的社区老住户 更是有了搬入新家的喜悦心情 比如这个小区 咱们这个广场 过去就乱七八糟的 啥都有 现在就进行规划的设计 有娱乐区 有休闲区 老百姓都非常照幸 作为安山市老旧小区改造重点之一 银环社区不仅进行了污面防水 外墙保温 内部修缮等楼梯改造 道路改造 管网更换 安房监控等基础设施改造 而且改什么怎么改 都由居民说了算 此时改造 我们社区收集居民意见建议 一千余条 社区也多是召开现场协调会 让居民跟私工方共同协商 共同解决 安山市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累计投资约22亿元 全部实施菜单式改造 一区一侧 一楼一侧 因民所需 因地制宜 完工小区居民买益率达到98%以上 除了硬件设施 安山市还在完善 城市管理体制等软件上下功夫 以建立动态寻控管理模式 提升基层自我管理 有效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为目的的路长制 就是其中一项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担任路段巡查员的工作 每天在路段内进行巡查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后 通过这个手机软件拍摄照片 手机软件上面有经纬度的定位 还有发现问题的时间 上传到我们那个工作群当中 工作群相关部门根据图片里的任务进行认领 认领后及时整改 安山市坚持以百姓需求问题为导向 特别是坚持软硬环境铜抓 基础设施先行 大力开展道路盗版维修 护栏维修 环境卫生整治 停车秩序整治等 二十余个专项行动 4月24号 丹东市新冠疫情防控升级 全省各城市迅速持援 奔赴丹东战役一线 一同到来的还有三台核酸检测方舱和九辆核酸检测车 他们共同打造出的移动实验室 助力丹东市核酸检测加速度 在丹东市体育馆门前的广场上 几辆写着辽宁省核酸检测机动队的核酸检测车 格外显眼 目前他们承担着丹东市区绝大部分市民的核酸检测任务 全副武装的大白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样本接收 编号 核酸提取等各项工作 据了解 本次持缘丹东的检测队队员分别来自沈阳 大连 府顺 盘锦 辽阳 铁岭 安山复兴八个城市 共计219人 他们大多已多次参与核酸检测持缘任务 移动核酸检测车作为移动实验室 配备了当前国内主流的核酸检验仪器 可根据检测任务要求 快速移动至指定位置并开展检测任务 大大缩短了标本采样到初报告的时间 与此同时 丹东市300人核酸检测队员和各城市核酸检测队员紧密配合 准确 迅速 高效地完成了一次次任务 这次经历是我人生宝贵的财富 在这里不仅学到新的技术 更多的是大家一同抗议的决心 丹东必胜 相信有兄弟城市的支持 团结一心 一定能够圆满胜利完成核酸检测任务 战胜疫情 日前 第二个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和经经济省纪联盟组织的心脏起搏器类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在安山落地执行 十余各品种的心脏起搏器价格平均降幅49% 最高降幅82.35% 日前 本西市客运集团为本岗职工量身定做的公交线路正式开通 据了解 首批开通的本岗定制公交由后湖 山水人家到本岗三号门两条线路组成 这款为本岗职工量身定做的公交线路一站式直达厂区 为本岗职工提供点对点 门对门 一站式精准对接专属服务 省却了以往通勤路上转乘换乘的辛苦和停车难问题 日前 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 对280吨境外走私动品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同时 执法人员在存储 转运和处置走私动品等环节 严格落实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并对走私动品进行24小时全程监督 全过程记录 确保走私动品无一外流 捏把黑土冒油花 插双筷子也发芽 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针对东北黑土地严重退化 土壤变薄变瘦变硬等问题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将黑土粮仓项目辽宁示范区主战场设在了昌途县 全面攻克黑土地保护和利用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为保护好黑土地 昌途县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签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框架协议 双方共同合作开展汉地土壤保育和产能提升模式研发基地 即昌途核心示范区建设 全面攻克昌途黑土地保护和利用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打造出保护性耕作的昌途模式 据了解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以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为目标 联合开展适用不同类型土壤和区域气候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攻关 在保证粮食稳产与增产的前提下 实现地力提升 在老城镇设立核心示范区1000亩 在亮中桥镇设置核心试验区200亩 同时在全县各镇设置辐射示范区200亩 示范区内将通过保护性耕作技术 重氧一体化技术及智慧农业技术 对土壤养分循环 水资源合理利用 作物高产高效栽培及天地空智能监测等几方面联合应用 将建设成为农业机械化 现代化 智能化的综合示范区 如果说我们黑土地都能像这样能保护好 保护好是产能提高了 黑土地它肥力建设整个肥力条件提升 我们的光热资源这个产能就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的粮食单产肯定要能上一个台阶 对辽宁农业生产 对辽室 辽宁的整个农业的发展 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辽宁荣山羊种用价值极高 是我国荣山羊品种中产容量最高的优良品种 被列为禁止出口动物品种 是辽宁省最具特色的畜牧产业之一 更是盖州市传统优势产业 天气转暖了 一年一度的荣山羊减毛季到来了 连日来 迎口盖州市辽宁荣山羊养殖户 忙着为荣山羊脱下冬衣 换上清凉的夏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盖州市小石鹏乡的詹茂玉村 所以正好 村里的养羊大户们正在给自家的荣山羊减羊毛 据了解 减下的羊毛即将发往河北等地 今年平均的价格在160元一斤左右 去年是140块钱 今年是好毛是160来块钱 一只羊采用是六斤四五两 在辽宁荣山羊养殖大户杨岩妇家里 捡毛棚里一派忙碌景象 大家分工明确 各个流程竟然有序 而家里地位最高的种羊则得到了特殊关照 这一只种羊 其实多钱我也不想卖 就是想自己的肥育 詹茂玉村位于盖州市东部山区 人均耕地仅一亩多 村民主要以饲养辽宁荣山羊为主要收入来源 近年来 村良委因地制宜 通过提纯服装 培育精品 带领村民念阳经发阳财 班子六四是羊羊山羊 卖羊羊一千万以上 而且每年的羊山羊授予卖羊杖 大家卖菜羊也达到一千万以上 作为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盖州市辽宁荣山羊养殖业 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 饲养量超过一百万只 羊业产值超过十三亿元 培育的辽宁荣山羊 已推广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区 数量达数百万只 下面把时间交给王宝 我们来看辽宁省内其他媒体 都发布了哪些消息 好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媒体扫描 首先来看银口日报的消息 近日 辽宁自贸区银口片区 和银口市商务局联合举行了 招商项目云签约仪式 共有15个项目签约 总投资7.87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涉及平台经济 商贸 加工制造和科技研发等产业 下面是来自安山全媒的消息 近日 安钢集团矿业永线公司 大孤山球团厂 伪矿再写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进攻投产 升级改造之后 每年一级增加铁金矿产量5万吨 您创效3000万元以上 实现降本增效 下面是来自大林天界网的消息 最近 首条贯穿整个旅顺中路的 公交线路开通了 沿途可以直达多个旅游景点 这条线路的开通将进一步的升级 大林至旅顺的公共交通出行 实现大林至旅顺的三条路径 公交全覆盖 周末夏初 备受全国网友关注的 入围全国十大赏映地的 丹东市锦江山公园 迎来了樱花盛开的时间 亚洛江晚报说 此刻 漫山的樱花镜相绽放 层层花海宛如春雪一般覆盖山间 真是好一个美不胜收的景象 同时 春日的鹿岭也是阳光正好 鹿岭坐落在林海市翠岩镇 因为栖息着大批的白鹿和仓鹿而得名 锦州晚报说 生态环境的改善 为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加良好的 栖息和繁衍的环境 目前 锦州市发现记录的野生鸟类 达到了2164颗336轴 暖阳 浮青阴 绿水 泛红州 北新日报报道 在太子河盐水大桥的水上训练基地 一些青少年积极地参与到了 皮华艇和海洋洲等水上运动项目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顿 我是朱同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by bwd6